继上个周末的大规模骚乱之后,新疆乌鲁木齐行销又发生一起抗议示威活动,大批的示威者围堵了市区的一条主要道路,与警方展开对峙。 请说明说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次抗议示威活动是新疆发生暴力骚乱两天以后发生的。 两天前,由当地维吾尔族人组织的暴力骚乱在乌鲁木齐造成至少156人死亡。 大约200多维族人围堵在一条街上,一些人呼唤口号,抗议自己的丈夫或者孩子被警方逮捕。 镇报警察和武警分别堵住了这条街的两端。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警方逮捕了1434名涉嫌参与星期天暴力骚乱的犯罪嫌疑人。 星期一,数以百计的武警手持盾牌、步枪和棍棒在乌鲁木齐街头巡逻。 乌鲁木齐外办星期向当地和国际媒体提供了星期天暴乱和暴乱之后情景的清晰录像。 有些画面官方媒体在当天早些时候已经播放过,画面中一些无辜的过路人满身是血,还有一些死亡者的尸体。 在录像中可以看到一些示威者正在推翻汽车,警察正向人群发射催泪弹。 目击者和官方媒体说,暴乱是在警察赶到现场,试图驱散和平示威的人群时爆发的。 这些抗议者要求为上个月在广东一家工厂工人斗殴事件中死亡的两名维族人讨还司法公道。 新华社的报道说,暴乱中有156人死亡,而有关官员说死亡数字可能还会上升。 报道没有解释为什么死亡人数会这么多,也没有具体说明遇害者中多少是汉人,多少是维族人。 维吾尔族是新疆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维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直是困扰新疆社会稳定的问题。 许多主张新疆独立的人和一些集团分子组织经常零星的暴力分裂活动。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